出版界重量级人物好名义出版新书 如果台湾的四周是海洋 他两年前在反黑箱服貌事件提出批判 并且因此辞去了总统府的国策顾问 两年来他访查台湾各行各业 以及目前台面上的总统候选人 他指出我们目前是个无从运作的政府 没有下一棒的经济 被遗忘的年轻人 以及两党都说不清楚的两岸政策 他说这是个人人必须是公民行动者的时代 公民站出来付诸行动 才能够一起度过这个最关键的年代 出版人好名义两年前在服貌争议中 辞去了总统府国策顾问 这段期间他观察台湾的社会发展 好名义认为台湾社会无法前进 政府效能的瘫痪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因此他特别向2016年的总统候选人提问 该如何解决行政体系的崩坏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起点 我希望每个人都能继续扣问他们 不能让他们这么轻易地回避一些问题 一定要把这问题问清楚 怎么样 这国家真的已经到了一个 他真的不用担心说 对岸对我们怎么样 我们自己就在解体之中 我们自己就在随时 无时无刻地不在一个崩溃当中 这两年来好名义跟不同行业的人深谈 开启了自己的学习之旅 他把这些体会写成新书 如果台湾的四周是海洋 他说要解决台湾现在千疮百孔的状况 应该用海洋观点来思考 好名义说这两年公民行动崛起 他认为年轻人是未来的希望 他们使用数位化跟国际化的工具 积极参与社会行动 为台湾注入新的能量 好名义透过新书 展现了知识分子对社会的深度观察